電影唐山大地震 回顧40年前的天災 死傷超過40萬人 還有1894年的甲午戰爭 童年都剛好遇上了日泉石 也是俗稱的天狗時日 在古代是種天文情高 這種天狗時日 完全就是上天的事情 對帝王的警告 帝王們這個時候 就要修身養性 或者行為有所節制 對於天狗時日 雖然是歷史故事 但回歸三年台灣時間3月9號 日泉石將再次上演 加上國外的網站指出 不僅日泉石 連小行星撞地球跟超級月亮 也將同一天發生 難不成是世界末日 所以只有印尼所屬的部分島嶼 其部分的印度洋和太平洋洋面 可看到本次的日泉石影像 現象局反駁世界末日說法 還推出日泉石的短片 說明全台早上8點到早上10點多 台灣都可以看到日泉石 巴大貝離區最明顯就露在9點15分 這時太陽缺角會來到20% 但想看天文奇景天氣很重要 台南高雄可能機會 會相對於北中來講 會是比較大的 天文台表示只有南部民眾 有機會看到日泉石 而且別忘了要用多層底片 或是兩層墨鏡來看 一次也不能看太久 天文明錯過這一次 但是下回只能再等三年 謝謝從我最後來掃 還有一個報導